协助有自閉症的學生的三層支援模式 唉,我兒子下年升小一了,他有自閉症的 如果上學跟不上,同學子又不跟他玩,那怎麼辦? 是呀,我教的那間小學都有幾個自閉症的學生 我以前都上過一些培訓課程 不過,就未有實戰經驗教他們 有些擔心,不知開學我教他們的時候會怎樣呢? 唉,你看看他 不用擔心,我是幫助有自閉症的學生的支援天使 讓我幫你們啦 你會怎樣幫我們呀? 其實,學校可以推行三層支援模式 去幫助有自閉症的學生的 三層什麼呀?方法書呀? 不是呀,你聽我先說吧 是三層支援模式,給需要的自閉症學生呀 蛤?三層支援模式? 都不是很明白呀 好像很多東西一樣 那麼,那學校其實有什麼人幫我和兒子 學校的老師 學校的老師 學生輔導老師 或者是學生輔導員 還有教育心理學家 都會幫忙照顧他的 這樣可以增強去學習 學校和學生輔導員 學校和情緒三方面的適應能力 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 三層的意思是包括了 全校正向的學習環境 小組培訓和個別支援這三層 那即是怎樣呀? 好了,見你們這麼有興趣 那我現在逐層逐層地解釋給你們聽啦 首先,是第一層支援 代表了全校性的策略 希望可以營造到一個 令自閉症同學容易適應的 正向學習環境 那你們知不知道 最常見的第一層策略有些什麼呀? 不知道呀 啊,是不是視覺策略呀? 我記得我之前想培訓課程 也有說的 不如你們快點打開 最底層的錦囊來看看吧 咦,真是視覺策略呀 是什麼來的? 其實我兒子平時都看很多書 懂得讀很多字 又懂得很多圖案的呀 那這些什麼的視覺策略 和平時課堂上學的東西 或者看那些圖書的東西 有什麼分別呢? 分別就大了 其實它不是那些課本上面的知識 這個策略是運用了 有自閉症的學生 對視覺信息有較大的反應 和較強的理解能力 這兩大優勢 利用圖像、相片和文字 來提示他們環境的要求 和正確的行為 例如有感官提示卡 在卡上面印有不同的圖案 貼在課室的多眼柱 提示同學上課的時候要 要口安靜 手放好 眼睛看 耳朵聽 坐得好 和專心做 令他們專心上課 課室常規提示卡 向同學提示課式的規則 就好像 說話之前要先舉手 工作的時候要口安靜 還有聲音控制表 提示同學在不同的情況 要用不同的聲量 例如 和其他人講話的時候 只需要用到三道聲 其他人已經可以聽得到的了 其實我學校都有用這些方法 去幫我們的自閉症同學 想想一下 這些方法不僅僅幫到他們 其實 還可以整班同學都用這些提示卡 對整班同學都有幫助 但是 我們都有給個別學生 使用的視覺提示 可以切合到個別同學的需要 就好像這些 例如有位置提示卡 提示文具和書本的擺放位置 同時可以提醒同學 上課時所需要的文具和書本 這個方法有多好 我兒子又真的要經常提他 放好文具和書本 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老師都不需要每次用嘴提著他 還可以慢慢加強他自己管理好物品的能力 對 還有程序表 告訴個別同學 今天有什麼要完成 完成之後才可以放學 例如 下課前 要寫好手冊 收拾齊功課和文具 放入書包 才可以離開課室 以上那些 就是常用的視覺提示 可以令同學更容易適應課堂 對 這些提示和預告 其實自製都很容易 感官提示卡 那些又可以在教材套裡打印出來 都很方便 只要我們老師上課的時候 靈活運用這些視覺提示 有自閉症的同學 上課都會專心 而跟著 而其他同學都可以一起專心買 這樣也不錯 是啊 一舉兩得 咦 媽咪 為什麼你的樣子 還這麼擔心 嗯 這樣 兒子上課會專心一點 投入 但是 都未必可以解決到 他跟同學相處的困難 和問題 對嗎 嗯 你這條問題問得很好 所以 為了令他們 跟同學仔 可以融洽地相處 第二層支援計劃 都可以幫到手 也就是利用額外的小組訓練 為有自閉症的學生 提供進階的協助 和輔導 額外的 那麼 兒子會不會很辛苦的 多了很多事做的 媽咪 你放心都可以了 很多時候 這些小組都是以活動 或者遊戲形式去進行的 令到同學可以投入些 在這些小組訓練裡 同學可以接受到社交 和情緒管理技巧的訓練 還可以積極活學活用 其實小組裡 學生會做些什麼 作為老師 又有些什麼可以配合呢 我也很想幫他們 不過我又擔心 我們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其實這些小組訓練 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有些是學校老師 社工 或者學生輔導員 又或者其他學校的人員 去設計和做導師 但是 也可以是學校安排機構 去學校舉行這些小組訓練 老師只需要跟進參與小組訓練同學的進度 以及在平日教學上面 配合小組訓練的內容和策略 去幫助學生 令到學生可以在平日的學習環境 去運用在小組所學習到的東西 所以 只是加了一些跟進的工作 其實都很值得的 那又是呀 如果同學在小組訓練之後的表現 和學習進度都好了的話 我們的工作量其實真的有減無爭的 不如你們打開第二層的錦囊來看看吧 LEGO小組訓練 是啊 剛剛都說過了 第二層支援策略 可以是透過遊戲小組 幫助有自閉症的學生 而LEGO小組訓練 其實是其中一個辦法來的 它重點加強有自閉症的學生的社交溝通能力 增加跟其他同學合作的機會 為何加強啊 即是他們圍在一起砌LEGO 那就訓練了 那我讓他們約朋友仔 來家一起砌都可以啦 用不著參加些什麼小組呢 嘿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在LEGO小組裡面 學生會以三人為一組 每個同學分別飾演不同的角色 合力去根據指示 砌出指定的LEGO組合 而在過程當中 會有專業的導師 引導學生 表達自己的想法 理解別人的看法 以及解決分歧的 那有什麼角色呢 其實是他們在每一個小組活動裡面 輪流擔任不同的角色 首先有設計師負責給予指示 然後物料供應商就負責提供所需的LEGO 最後工程師就跟著設計師的指示去組合作品 而在活動裡面 導師也設有一些提示 引導同學用適當的方法 向其他角色搓出整構 以及回應其他人的幫助 就好像要教他們用請 以及不用客氣 那如果同學表達得不清楚 他們自己有自己在玩 又或者鬧氣交上來 怎麼辦 不用擔心 其實這些問題的出現 正正是一些機會 令同學去學習一些社交溝通 以及情緒調控的技巧 如果遇到這些問題 導師可以運用合適的手法去處理 例如如果同學有爭拗 導師會叫停他們 引導他們去想想當中發生了什麼問題 以及有什麼解決方法 那些同學可以在真實的過程中 學習到有用的技巧 嗯 我明白了 不過始終學生可能也有不同的進度和需要 單單是小組訓練 未必可以迎合到所有同學的個別學習需要 那其實會不會還有其他方法 又或者是進一步的支援 去改善個別學生的社交 去幫助他們的日常學習 其實 我知道 我知道 一定有的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們還有第三層的錦絡未打開 哎呀 等我以為你真的知道有什麼 那不如快點打開錦絡來看看 你不要那麼心急 讓我們等支援天使慢慢說 好啦 其實有些同學接受了第一層 或者第二層的支援已經足夠了 不過 有些需要教大的同學 就需要第三層個人化的支援了 那跟之前那兩層支援有什麼分別 那又對我們科學和教學有什麼幫助的 那你們立即把錦囊打開啦 哇 我知道了 即是個別學習計劃 沒錯啦 學校通常都會為接受第三層支援的同學 制定個別學習計劃 簡稱IEP 是透過觀察個別學生的需要 定立學習目標 設計各樣化學習內容和策略 以提升他們的社交溝通 情緒調控和學習適應的能力 哇 即是好像為他們特意度新病做 那這一層的支援會通常用什麼策略呢 例如 學校可以運用社交故事和心情日記 去幫助學生學習溝通的技巧和情緒表達 什麼是社交故事啊 社交故事 是幫助學生發展社交認知和技巧的方法來的 是透過文字和圖像來描述社交處境的資料 和一般人預期恰當的社交表現 幫助提升同學對社交處境的理解和要求 希望可以引導他們恰當的社交行為和態度 不如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例如 我們教導同學 排隊的時候應該保持安靜 我們就可以使用社交故事去解釋給同學聽 好像這個一樣 排隊的時候應該保持安靜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排隊 有時候排隊入課室或者禮堂 有時候排隊輪流玩遊戲 排隊可以令活動進行得這麼快和有秩序 排隊的時候我可以合上嘴巴 聽從老師的指示 老師都會稱讚我首秩序 哦!原來講故事、讀故事 都可以提升到兒子對社交處境的理解 嗯!我可以在哪裡找到這些故事呢? 其實媽媽呀!你可以嘗試製作這些社交故事的 在開始之前你可以先細心觀察兒子的困難 推斷兒子需要理解的社交行為 從而定立社交故事的主題或者焦點的 而在社交故事裡面 我們會看到四種基本的句式 有描述句、透視句、指示句和肯定句 首先我們會用描述句描述事情發生的情況 或者有關人物的行為 然後利用透視句指出其他人對特定事情的想法和感覺 令同學知道別人的觀點 繼而運用指示句指出在某個場合裡的恰當行為 例如在排隊的時候我可以合上嘴巴 聽從老師的指示 最後就用肯定句 稱讚和鼓勵同學恰當的行為 那我知道了 我們還要用字正面 來用一些實際易明的字眼 而故事又要以學生作為第一身 他們就會更容易明白和理解 媽媽,你也可以回家試試 啊!天使仔 其實除了社交故事之外 你剛剛好像還說了一個手法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日記 你是不是想說心情日記啊? 是啊!可不可以再說多些來聽聽 其實心情日記和普通的日記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但是裡面可以讓同學畫下 他的心情和情緒的程度 因應同學不同的情況 教導他們 人除了開心和不開心之外 都有不同的情緒 例如 害怕嗎? 生氣嗎? 生氣嗎? 興奮嗎? 等等的 在心情日記裡 除了記得當日發生的事情 和時間地點之外 同學也會畫下 同學也會畫下他當時的心情和程度 讓他們明白 人的情緒是有不同程度之分的 這樣他們就可以有多一個平台 去抒發情緒和感受 而家長和老師都可以能夠更加容易了解 同學的心情和感受 有自閉症的學生可以更加懂得調控自己的情緒反應 不用下下發脾氣 很多好處的 那我明白了 即是在課式的時候可以利用不同的視覺策略 令他們上課更加專心 而在課後又可以有小組 重點培訓他們各項的技巧 增加他們跟同學相處的機會 那我有信心可以令有自閉症的學生 有一個愉快的校園生活 和正面的學習環境 嗯 那我想我也可以有多些方法去幫兒子了 我可以設計不同類型的社交故事 還有準備一本心情日記給兒子 讓他學習正確的社交知識 懂得表達情緒 和同學和睦相處 不用下下都格格不入 是啊 其實在這個三層支援模式裡面 還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不過呢 暫時先說這麼多 多謝你呀天使 但如果你還想知道多些技巧 可以去哪裡找呢 這裡有些網址可以給你們參考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運用到我剛剛所提及的三層支援模式 裡面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來幫助有自閉症的學生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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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